金平梅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如今全世界有几十种不同语言的译本 海峡两岸也出了三百多本研究金平梅的著作 与研究《红楼梦》的红学一样 此被称为金学 书中的女主角是潘金莲、李平尔、庞春梅 三人各取一个字 这便是书名的由来 而至于男主角就是父亲西门的西门庆了 西门庆是一个破落的财主 没念过什么书 但会写刀枪棍棒 在商场上长袖善舞 勾结官府 卖官御爵 官至清河县 掌刑付千户之职 都与如今的警察局副局长 他在地方上结交了一批地痞流氓 是古代的花花公子 也可以说是山东手的教父 您且看 刚才沿街走过去的就是李平尔了 李平尔是中月十五生日 满月那天 有人送了一对鱼瓶 所以小名叫平尔 这李平尔生了那是花容月貌 国色天香 被窝里共是千娇百妹 枕头上辗转缠绵 另外他还有个绰号 叫大胡子 赛张飞 不让李逵哦 他原来啊 是当朝蔡太师的女婿 大名府梁中书的小妾 卢军玉火烧大名府后 梁中书逃亡在外 李平尔带着十八颗珍珠 嫁给了内务府总管 花太监的侄子 花子虚 花子虚外表是个男人 骨子里却是个天眼 所以名叫子虚 子虚乌有的意思 花太监名义上是个侄子 娶媳妇 实际上是为自己纳钱 太监娶老婆 当然不可能有正事 急的他是 应手掐 应牙咬 应手绑 应腊烧 花太监死后 给李平尔留下了内府的 八香珠宝和万贯家财 花子虚的堂兄弟是四个人 油 光 虚 华 花子油 花子光 花子虚 花子华 财产本来应该均分的 但因为清澈 都在李平尔手中 所以一直纠缠不清 这花子虚呢 不务中业 日夜在百花楼 吃喝飘赌 无所不为 放下如花似玉的李平尔 独守闺房 好不寂寞 看着花太监留下的 求食粥春意图 李平尔不禁春意盎然 那时候没人打麻雀 可是早就有了 自摸贫乎家一番了 更火上浇游的是 一墙之隔 就是西门庆新娶的五娘 潘金莲的住处 而潘金莲呢 那可是个闲不住的住 只要是西门庆不在 她是打鞦韆 踢剑子 无所不要 无所不欢 话说这一日 花子虚又喝得烂醉 被西门庆掺着送回家 李平尔忙迎上去 一搭手 抬眼一瞧 身子仙子缩了半边 西门庆的狄子见李平尔 是在和花子虚 结拜的宴席上 那日只远远看了一眼 心中便觉说不出的别扭 今日再见 颇有九汉逢干 金莲提名之欢喜 更意外的是 西门庆清楚地看见 外头传说已久的 花太监的八香珍宝 很快 西门庆开始暗地挑唆 花家三兄弟 控告花子虚和李平尔 私囤花太监的遗产 又利用他的官职 将花子虚收入监牢 这还不算完 西门庆假意探监 假人假意地说 要帮着打点官司 又敲了花子虚 三千两大元宝 结果 批断 花家住宅 田庄 估价变卖 平均分给花子有等人 而西门庆 则把李平尔寄方的银子 拿出五百四十两 买下了花子虚的房子 花子虚打了一场官司出来 银两 房舍 田庄 珠宝 都没有了 只好凑了二百五十两 在狮子街买了一所房子住下 不久 就在气闷中 害了伤寒死了 李平尔满以为花子虚死后 可以嫁给西门庆 于是天天叫人打探消息 可是奇怪的是 都说西门庆家长有事不见客 李平尔日思夜想 茶饭不下 很快已病不起 这个病来了个怪 每晚都梦于鬼叫 一会儿是五神通和他颠缆盗缝 一会儿是西门庆跟他云语无善 醒来之后 四肢软无力 头晕眼花 连走路都要人浮 寝来的巫婆也无济于事 做法拜神 丝毫不见好转 眼看李平尔日渐消瘦 脸色一天不如一天 冯妈妈和银春 只好硬着头皮再去西门庆家 一问 还是那句话 有事不见客 他们不知道的是 西门庆在官场上的靠山 蔡金蔡太时 因为政变失败 受了牵连 已经萧生怜迹 闭门思过楼 鼻子被狗都领的西门大官人 怎会不晓得 这种时候该夹起尾巴做人 狗着 于是 事宜蒋竹山趁血入 即看病为由 竟由此献殷勤 不上几天 人才两得 就在李平尔的家里 开启蒋十一诊来了 不过 医术有良谋 回春伐妙手 不久就被李平尔踢下床来 没火惹火 惹情火来 又焦不灭 真叫人恼火 因此 蒋竹山常被李平尔赶到前面铺子睡 不许他进房 另一边 冯妈妈几次三番去求西门庆 说李平尔一心一意 就是要嫁给他 巧的是 刚好西门庆又搭上新官的门路 升官发财 夹着的尾巴又翘起来了 于是西门庆略施小计 将那蒋竹山骗尽关牙 弄了个莫须有的罪名 下了大狱 李平尔终于守得云开建越名 顺利嫁进西门庆家 说是假 其实就是挑了个好日子抬过去 别提多凄凉 够恼人的是 西门庆仍旧亮着 连新婚之夜都不来 众所谓 枕上颜游在 欲经恩爱伦 房中人不见 无语自销魂 一连三天 李平尔连西门庆的面都没见着 知道这是他故意让他难看 心中羞愧难当 半夜打发两个丫鬟睡着 痛哭了一场 用脚带打了个圈套 将自己吊了上去 不知吊了多久 翘丫鬟迎春迷糊中 看见床边吊着个人影 吓得跑到隔壁 潘静连房中大叫 忙活了半天 李平尔呕出了一些轻弹 才活了过来 又是阴阴的痛哭 却说西门庆大不进来 只见李平尔在床上哭啼 先把两个丫鬟撵了出去 搬了把椅子坐了 这才指着李平尔骂道 依依父 你竟然亏心 哪里用得着来我家上吊 你跟了那个矮王八过去就完了 哪个亲你来的 李平尔哭得梨花待遇 他拿什么跟你别 你是个天 踏实管砖 你就是易奴的药一般 西门庆一听 立马气消了大半 到这时候还想着押韵 谁不原谅谁是畜生 有道是亲人财产占人田 荣华富贵不多年 可是西门庆 不仅一次谋夫夺夫 毒死五大郎 气死花子序 他非但没有报应 反而升官发财 李平尔还替他生了个白胖小子 换作官哥 不过善有善保 恶有恶保 不是不报 死后未到 这官哥生下来就多灾多病 加上潘金莲的嫉妒 那宫是福无双至 祸不担心 转眼到了八月下旬 早晚开始凉了 官哥体弱 三天两头的咳嗽发烧 一天天的 奶没吃两口 敬喝烫药了 这还不算完 谭金莲趁夜放出雪狮子 更是吓得官哥 哇哇大哭 种叶种叶的不睡觉 大人不睡觉 都觉得头疼眼花 更何况 一个吃奶的小娃娃 官哥是三宫死的 死前只是哭 闭着眼哭 像是多大委屈似的 冯妈妈说 就是吴娘的猫吓的 傍晚还好好的 吃了些奶 怎么到后半夜就不行了 西门庆怒目严重 少有的掉了几滴眼泪 撕心裂肺的吼了几句 而后 冲进潘金莲房里 揪出雪狮子 活活给摔死 说起这雪狮子 潘金莲那是一向当个宝 走哪抱哪 这下好了 转眼下了地 上面说了一圈 那几天 潘金莲心情沉到谷底 见什么都不顺心 他不顺心不要紧 身边的丫鬟秋菊 可就遭了罪了 秋菊跟潘金莲有些夙愿 加上秋菊又是个性格愚钝的 每个眼力尖 总往枪口撞 巧他又偏偏摊上 潘金莲这个男伺候的猪 平日里有些糟心事 潘金莲就拿他出气 就连走路踩到狗屎 潘金莲也要抽他一顿 可想而知 秋菊心里对潘金莲 那是恨到咬牙切齿 这波 潘金莲私会秦童 被秋菊抓个正招 不仅亲眼看见俩人云语 还看见潘金莲 亲手把一个荷包交给秦童 李平日听了直摇头 骂道 大胆奴才 怎么能在背后讲主子坏话 自关格死后 他一心吃斋念佛 再也不愿顾问其他 更不想搬弄是非了 见李平日说不通 秋菊又转头 悄悄告诉大娘的丫鬟小玉 这事反正不能憋在心里 这小玉吧 又转头告诉了四娘孙雪娥 不到三天 终于传到西门庆耳朵里 西门庆那是什么人 那是毛方拉屎脸朝外的汉子 执行他搞人妻 哪里准别人搞他的 西门庆连夜将秦童抓了来 要他和潘金莲当面对质 秦童一开始自然不说 打了几巴掌 踹了两脚 马上招了 搞是搞了 只是不是五娘 是秋菊 这事儿春眉弄做中 还有那个荷包 也是秋菊偷的 秦童擦擦嘴角的雪说 爹爹且看 秋菊肚脐上有颗痣 西门庆半心半疑 撕开衣服一看 果然如此 秋菊吓傻了 求道 爹爹 我是冤枉的 我还是个闺女 西门庆眉头一紧 一伸手 剪了红 那潘金莲多精密 马上讲话说 这是越是啊爹爹 西门庆一把抓住潘金莲 抬手要打 这时 秦童竟没大没小的过来劝 求爹爹不要打五娘 西门庆心下明白 不再多说 按住秦童的头往墙上撞 一直撞到没了动静 至于潘金莲 西门庆不再多问 毕竟秦童已死 潘金莲打死不承认 再说 这事传出去 他自己脸上也不好看 故而 只能发发怒气 些些怒火 这一夜 西门庆匹鞭子沾凉水 一箭双雕 抽的那叫一个高潮迭起 而此时 失去孩子李平儿 一惊万念俱灰 三寸气在千般用 一日无常万事修 有道是 旧日豪华事已空 银瓶金屋梦魂中 黄炉晚日空残雷 碧草寒烟锁故宫 隧道余东游欲尽 庄台链尽狭长风 凭谁画尽新王室 以那咸云两袖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